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幾個月前我拍過一條影片說我帶水晶的不愉快經歷 不知是否因為做資料搜集時不斷打水晶關鍵字 所以神奇的演算法就出現了 我的Instagram、Facebook不斷打一些店鋪的資料 然後Youtube又不斷打一些關於水晶的影片 所以潛移物化下,我就覺得水晶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就密密地入手了幾條水晶 然後神奇的事情又發生了 所以今天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些迷上小故事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你就不會錯過任何的資訊 我們現在開始說故事了 這次我拍這條影片可以說是自打嘴巴 因為上次我也說過我不敢再帶水晶 我真的怕了一些反效果 但是呢,當我看到有一間店鋪 水晶不是一粒粒串在一起 它是有不同的吊色和元素 隔在一起看起來好像一個普通的手式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當時我覺得就算帶完沒有功效也好 只要它沒有反效果,我也可以當它是一個很漂亮的飾物 所以我就再次入手了一條水晶 開始了水晶逆轉之路 大家都可能見過這條金太精 就是我當時入手的一條水晶 但是我當時不是為了水晶 我是為了旁邊吊著珍珠的吊色 我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就對它很有興趣 早幾個月我的算命師傅跟我說過 其實我的體質不是特別適合帶水晶 但是如果要帶,帶一些熟金和熟木會比較旺 這次我看到這條金太精 名字已經有很多金字 我就覺得這條沒有死了 而且我看到它有很多金色的元素 就覺得這條真的非常適合我 我就帶了它回家 一開始帶它的時候,我沒有什麼特別感受 不會覺得爸爸有些財運湧過來 純粹是覺得沒有特別黑仔,沒有特別阻礙 我就覺得非常好 這就是我要的效果了 然後過了幾個月,我就發現工作是越來越順暢 然後沒有太多阻礙 然後因為這樣,我心情也會變得更好 所以我就覺得帶了它,也有一種正能量的感覺 然後我就愛上了這條水晶 而且帶了幾個月,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這條水晶竟然是越大越漂亮 我覺得很開心 我不知道大家在鏡頭前看不看到 以前它是沒有那麼閃亮亮的 現在越大,我覺得它越來越通透 越來越閃亮 因為以前的水晶,我都是越大越灰暗 越大越軸 最後變成了一個很暗沉的水晶鏈 我還沒試過把它們越大越漂亮 所以這次也挺驚喜的 我不是做了一些很特別的事 令它們淨化或者充電 我也是用回兔頭 他們會附送一些白晶碎石 放上去做淨化 然後當我帶了它一段時間 我覺得多了很多不同的機會 很多不同的新嘗試 所以我就越來越喜歡這條水晶 我就找回店主,跟它聯絡一下 他又問我,你有沒有興趣再帶其他水晶呢? 那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跟什麼水晶合 但是我覺得,最近聽很多人說 關於工作的綠幽靈 它是綠色的,應該是熟木 我應該也能帶到的 我就問一下店主,其實帶綠幽靈 是不是真的可以整個人很忙的呢? 那他就答了一個很特別的答案 店主就跟我分享 他有一批很漂亮的綠幽靈 然後就配了一個白晶的調色 他就跟我說綠幽靈 是可以令到工作上更加忙碌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固定收入 做有36、不做有36 這一條就真的不適合帶了 如果你是充業職 或者是接工作的朋友 這一條就很有感受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個人比較懶惰 如果他是很忙的話 那就不適合我了 那他就跟我說 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一條小小忙 這一條只有兩顆綠幽靈 其他都是白晶 然後就是用一些金色的飾物 穿在一起 我覺得他除了好像水晶鏈之外 真的是一條很漂亮的手飾 他說完之後我就覺得 我又很想試試很忙 但是我又怕太忙 我就最後帶了兩條回家 然後就發生了一些神奇的事 這件事我跟我男朋友分享過 他覺得巧合 巧合 巧合 但是我覺得時間點上 實在太過吻合 而且真的太過巧合 巧合 我就不得不覺得 整件事很神奇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話說我收到這兩條鏈的當晚 我就拿出來 然後放在白晶碎上 做一個淨化 我是沒有帶過的 純粹拿出來看看 看看 欣賞一下 我就放在盒子裡做淨化 過了一晚之後 第二天的中午 我竟然收到一個E-mail 這個E-mail 就是關於一個合作機會 很多時候我都會收到 不同的合作邀請 通常初步都會說 有什麼產品 合作形式 以及報價 我回了這個E-mail之後 如果對方覺得適合 就會繼續聊 如果不適合 這個E-mail就會石沉於大海當中 消失於地球當中 他們未必會回覆 通常他們不回覆 我都很少追問 我比較佛系 如果他要消失就消失 那種 但是呢 我自從收了這兩條鏈 然後淨化了一晚 第二天的下午 我竟然收到一個E-mail的回覆 在石沉大海了三個月 他飄揚過海 圍繞了地球一圈回來 竟然無緣無故找回我 那我就覺得整件事非常非常神奇 我第一時間就想起他們這兩條鏈 我就跟我男朋友分享 他竟然是馬上潑我冷水 就覺得 其實人家的Campaign可能很適合 他真的巧合得很巧找回你 不用想那麼多 但是你們明不明白 真的很難不想 關於他們的一個功效 但是這件事無論你怎樣看都好 他只不過是一個開端 自從我戴了他們之後 我不是每一天都戴的 有時候我會戴少少忙 有時候會戴好忙 有時候戴金泰晶 有時候什麼都不戴 Anyway 我擁有了他們之後 我個人真的變得非常非常忙碌 在合作邀請方面的數量 是很明顯增加了超級無敵多 大家知道我是很簡宅的 一些如果大家沒有興趣的產品 一些我不適合介紹的產品 一些我不喜歡的產品 就算多少錢都好 我都是不會拍的 但是這一陣子 是多了很多不同類型 我又覺得很有趣的產品 是摺黑了 真的非常非常感受到前後的分別 不是很久的 真的一個月前和一個月後 是明顯 一聲多了超級無敵多 當然啦 我男朋友也是告訴我 最近的市場是真的好很多 所以多了一些邀請的合作 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 會不會真的這麼巧合 是自從擁有了它之後 在一個月內 一聲地 從零到八十 是很誇張的 所以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 這兩條水晶 是為我Youtube的生活 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是很想跟大家說 這個關於水晶的事 這個迷信的小故事 今天跟大家說故事的主因 除了想分享一些 帶完水晶最近發生的神奇事情之外 亦都想分享一些我的身體會 就是原來人和水晶真的要合 以前我帶紅紋石 粉晶和月亮石 關於愛情 人緣這方面的水晶 真的越大越差 但是今次我帶陸幽靈和金太晶 這些關於財運 事業運的水晶 是越大越不錯的 所以我真的不得不迷信地想 究竟會不會我個人 帶一些熟金和熟木的飾物 是比較和我的呢 而另外我還多了一個奇怪的小習慣 就是我會和水晶聊聊天 不是很變態的速失場談 然後有對話那一種 而是我平時帶他們之前 會跟他們說 今天我們有什麼做 我們會去哪裡 然後晚上拿回靜化的時候 就會說今天你們累不累 我們做了這麼多事情 你們休息一下 純粹是一句起兩句子 但是我發現這樣聊聊天之後 他們真的越大越漂亮 越來越閃亮亮 然後裡面越來越通透 我就覺得這個小小的聊天 可能真的有少少交流互動的成分 就好像我和你們一樣 你們留言你們DM我 我會回覆你們 然後你們會更加喜歡我一樣 是不是 我也覺得是這樣的 大家都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你們的不同水晶小經歷 對了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一類的迷信小故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假到三點 逢星期六假到三點 逢星期日假到十二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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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